又到了我们今天的高手拆一招了 完结了 赶快准备好纸和笔一起来参与 首先还是热情掌声欢迎我们的李俊逸老师 李老师欢迎您 李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什么样的开门八级的技法呢 我讲一下昆绳大禅 昆绳大禅 开门八级拳最常用的技法之一 当对方出右拳袭击我方中盘时 右手顺势 裸住对方的手腕 左肘披向对方的肘关肩内侧 同时上左部 左肘展开夹住对方的右臂 由外侧抱住对方腰部 进而出右拳将对方打倒 这个地方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 这个插 我不能插在这个地方 不能太往里缠 也不能太靠这边 为什么 再一个呢 它这个力不好用 不好用 要插在它这个周的 稍微靠下一步 昆绳大禅的要点在于手和肘的配合 一定要恰到好处 出拳缠腕的同时 肘部也要迅速跟进 另外 在搂住对方腰部的同时 一定要保持住下盘的扎实 后手方能发力进攻 再次热情掌声 送给我们的李俊逸老师 和他的儿子李玄宁 谢谢父子俩 谢谢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